临终之日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送中是大事 一切众生都迷惑这件事情 所以的藏菩萨就在这个法会上 就对着佛以及御会的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来劝说言伏提众生 在临终之日 有一件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能杀生 不能制造其他的恶元 比如说临终的时候 有很多人求神拜鬼 祭祀鬼神 那这些都不能去做 为什么呢 你这时候杀生 以及拜祭那些师妹王俩 这些小鬼小神 对病人没有丝毫的利益 反而结了病人的罪源 就等于让他的这块石头重量加重 业障加重 如果你去杀生 拜祭鬼神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本来这个病人 他是一个善人 按他的因果来说 来世会生道人天道 甚至还能够去修佛法得到圣果 但由于临终的时候被家亲眷属造了杀生的恶音 那么就令这个命中的善人 他在七七日当中就很难受 难受什么 比如你认为杀生对他有好处 但杀了这些猪羊鸡鸭 这些猪羊鸡鸭就要到阎王那里去告 这一告 阎王就很憎恶 因为一告的话 这个账要算在这个病人身上 是为他去杀的 人家就这么告 告了之后阎王爷就要把他找过来 到阎王面对治 是不是这个病人杀的 那就要辩论何时这个命债 最后何时虽然可能不是这个病人主动的 意识清醒的去杀 是由于家亲眷属杀 虽然可能最后能说清楚 但是要推迟他生到人天道的时间 还有一种 这个病人本身在生没有任何的善业 据他的本业自然而然的要下三恶道 这个时候就更当不起家亲眷属 为他杀生所增加的恶业 这就比如 有人 这有人只言福提众生 从远的而来 代表无量节以来的生死轮回 绝粮三日 表明他没有借定会的上根 肩上负担的物又超过百斤 表明他的业障重 超过百斤 又从远的来 又空着肚子 你说他是不是一步一步很艰难 这时候他多么希望别人跟他减点负担 但忽然遇到一个邻居 不仅不给他减负 还要给他加重量 加一些东西上去 这个邻人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 更负少物 就是为了他杀生 由于还加了东西上去 那他就更难迈步了 觉得更沉重了 是这样情况 有很多的乡村做丧事 叫红白喜事 做白事都是也把他作为喜事 大摆酒席 大吃大喝 这都是属于增加了这个王者的业力 所以的藏菩萨就说 世尊 火灌难言福提众生就应当要相信佛法 要做善事 哪怕他做的善事非常微小 像一毛那样轻 像一滴水那样少 像一粒沙那样的微 像一微尘那么细 那么一点点善事 他都能得利益 在佛法当中做微小的事情能得大利益 这就等于这个水已经汇到了大海 一滴水就具有百川的信息 就具有大海平等的咸味 它能放大 这是底藏菩萨慈悲地告诉我们送中的方式和要禁忌的事情